那你現在意思是說是我弄壞的囉 我每一次去把天蓬弄壞幹什麼 我花兩百多萬買回家 然後我故意把天蓬弄它是怎麼樣的情形 你解釋給我聽 我吃飽嫌感染是不是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還沒有想這個節目名稱 今天來到現場的是我們的阿航 還有我們的歐利 嗨 嗨 大家好 說到歐利我都想到那個 唱歌的那個念老舌 歐利愛 那從很早以前啊 為什麼我會認識阿航呢 就是我還很菜的時候 我還幾萬訂閱頻道的時候 我就發現怎麼會有一個 四十萬訂閱的人在訂閱我的頻道 你知道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 點進去看 原來是個實況主啊 這個看到他都要玩賽車遊戲 跟車子相關的 卡車的啦 然後巴掘很多有的沒有的遊戲 終於有機會 今天請到阿航 來幫我們介紹他們兩個的愛車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那當初為什麼會買 Supra這一台車 當初就是 其實看了 我們看了很多車子 然後那時候最早就是想要鎖定 兩人坐的使用的一台車 我本身自己已經有一台休旅車 但是那時候是 主要是買給爸媽用 然後後來現在我跟我女朋友 就是我跟我一起住到宜蘭了 然後我們兩個需要有自己的一台車子 那想說趁著年輕 那個熱血一下 然後去嘗試一下這個雙門跑車 順便圓個夢想 我跟你講有些事情喔 就是要在這個年紀做才值得 你像到我這個年紀 開這車已經沒什麼意義了 哭下去爬不起來 好 那這台Supra是2021年的 22年 22年的 對 2022年跟2020年到底差別在哪裡 就是主要是差別在 2020年的出廠的車子 他們的ECU可以去做破解 可以寫那個 一階二階三階的動力這樣子 目前新年式的都是被鎖住 聽說是只能送到國外去 但我目前是還沒有看到有車友分享這樣子 後期2022的後面出的時候 比較後半年交的車子 他們的輪框有變得比較不一樣 但我比較想知道 因為其實開跑車啊 我想知道女方有沒有什麼 對於這個車有什麼維持沒有 還是你本身對車其實就 滿有興趣 有兩種嘛 一種滿有興趣 一種滿無感 反正有車坐有冷氣就好了 我好像真的嗎 反正衛星長長好看就好 不是聽說你開車技術不錯嗎 蛤你剛剛都講 他有講喔 有啊有啊 他有去日本開不是嗎 對啊就是稍微有 那時候在我面前小露個兩手這樣子 對嘛 所以我跟你講 有去日本自駕就知道了嘛 你看到前面雨刷在動 要注意 因為他要轉彎了 兩邊是反過來的 對對對 不要一不小心開到搬車 好啦那帶大家來介紹一下啦 我先問Oli 你覺得這台車 你最喜歡的地方是哪裡 我覺得大概就是後車床吧 為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吃東西 然後如果後車廂太小的話 像我們去Costco買東西的話 如果後車廂太小會裝不下 那個後車廂我們可以買兩大包的那個衛生紙 然後還可以裝得下很多我喜歡吃的東西 我喜歡衛生紙比較瘦 對 這真的讓我想到 我記得你當初好像也有看想要買MX5對不對 對後來我們發現那個MX5的時候 我們兩個坐下去 好像只要稍微這樣一下 就是或是伸個來腰 兩邊兩邊就會一直會摩擦到 這樣很好啊恩愛啊 兩個就靠在一起開車有沒有 我們想要就是各自有各自舒適的環境 舒適的空間這樣 然後再加上MX5它的那個後車廂啊 我們後來看一下 我覺得好像餅乾沒辦法買太多 那阿航呢 你自己對於這台車 我覺得我不應該問你最喜歡哪一點 你覺得哪一點你最討厭 最討厭嗎 因為我跟你講 在車到現在為止 你應該對它是覺得那種停車還會一直 對對對 每天回家在乘個機 對 應該還是那種狀態 這光線不錯 來一張 對嘛 因為才開7000公里 大概買了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對 現在還在那邊練習 對對對 那你覺得在車你最討厭的一點 最討厭 有 有喜歡的一點 有一點就是我覺得唯一一個痛點 就一個而已 對對就一個 這個後車廂啊 我們平常比如說搬貨上車的時候 我一定要透過車駕駛 或是到主駕駛的這邊的 那個後車廂按鈕按下去 它這後車廂本身沒有做開關 所以是有點麻煩 對 稍微有點麻煩 然後 再加上它的這個安全上的設定 就是我們 假設我現在停好車子 對 我要開我的後車廂 我們一定要打開嘛 打開了以後 按按鈕 按後車廂按鈕 但如果這時候門合上 後面又鎖起來了 所以我們兩個人平常在路上的時候就說 我要開後車廂囉 然後他 他就會說 好 趕快 開起來 好 好 這樣關起來 超有點小麻煩 不然門就要一直開著 對對 不然門就要一直開著 欸 如果在路上 那個停在路邊停車隔 蠻危險的 對 蠻危險的 蠻危險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太方便 嗯 這一台車其實當時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造型上面有一點點的 看不習慣 我啦 其實坦白說 像我當初最看 覺得最奇怪的是這個地方 這個就跟我那個 TICON一樣 沒事 眼睛旁邊做一個 眼淚 對 眼淚幹什麼 因為他這台車他說要做進氣孔 可是 這是假的 可是啊 他這個燈 因為他做的沒那麼銳利 稍微有點頓頓的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他是在 致敬前一代的AA80 那時候那一台牛魔王的燈 就是有一點頓頓的 頓頓的圓圓的 沒有那麼銳利 看久了之後呢 這台車有一個 我還蠻喜歡的地方 就是他的肥臀 就這裡 他那個 腿部的肌肉線條 你知道嗎 對對 我真的覺得這好漂亮 每一次洗車 我也是最喜歡洗這邊 這真的 我這樣摸也要摸女孩子 我手有點猥褻 什麼東西 不是 東西給我摸就變猥褻 不然你來摸摸看 來來來 好來 你講一次 我們這款車的輪弧 非常具有動感的線條 還好吧 為什麼我摸就變比較猥褻 奇怪 人家摸就 欸 有差嗎 我這樣很猥褻嗎 可是我真的覺得他這個做的弧度啊 真的很漂亮 而且你真的要小心 因為我不確定這個地方板筋師傅做不做的好 這個其實如果萬一假設不小心這個地方稍微A到 他要把它重塑回這個弧度 哇很難啊 這個很高深的技術 他的板筋接縫處就是做的比較少 所以可能 假設我今天真的這一片已經弄到不能再修復了 對 整片換掉 如果整片換掉 不行啦 連結構 你如果有常看我們頻道就知道了 這個就很麻煩了 對這個不行 然後再來一個啊 不要講說我們都關槍 講這個車多好 有一個地方我覺得最看不慣 就是前葉子板的側邊 他這一塊很像拼裝上去的 你如果從側面看他的線條啊 你會發現這邊怎麼 這一塊 長得特別的奇怪 有點突兀 很像 因為正常的車子的製造 很少把葉子板做到這麼小一塊 對 因為主要它引擎蓋這邊 它是一起的 對對對 引擎是據說跟BMW是一樣的 是採用拉兩下的開啟方式 對拉兩下的 為什麼我記得你回TOYOTA原廠 他還不知道怎麼拉引擎蓋啊 對對對 所以這個原廠不是回BMW啊 哈哈哈哈 看一下 聽說是電腦不同用不行 電腦不同用 對 很划算啊 我跟你講 你花這個TOYOTA的錢買到BMW的 跟我們分享一下 目前這個車裡面看過去啊 好像只有這裡有TOYOTA的標誌 這裡還有一張貼紙 這個一個貼紙 對 仔細看了一下 都會發現怎麼到處都有BMW的LOGO 真的嗎 對就是 比如說這個地方 這裡一個LOGO印在這裡 然後你這個車呢 你引擎室你跟動過 除了這個BLIZE的拉桿之外 我看到還有這個進氣對不對 對就是旁邊的進氣箱 渦輪管 這個算什麼 引擎室的拉桿 因為它這邊本來就有 原廠就有做這個鎖點 這個拉桿 還可以去BMW原廠裝他們的拉桿 有兩根鋁合金 他們有在賣 舒華的車主是可以直接去那邊 加裝的 也是長這個樣子嗎 它是只有這邊一槓跟那邊一槓 沒有這個橫的 對沒有這一橫 這是我自己從國外買 拉桿大概差不多8000多塊 整個運懷加運費的話 那這超便宜耶 然後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避震塔其實很靠前面 其實它的引擎有三分之二在避震塔後面 它就有點類似 前中置引擎的概念 正常來講 避震塔應該是這個地方 對 位置會在 對 靠那邊 然後引擎是比較靠前 但是它的避震塔其實延伸到這邊來 還蠻特殊的一個設計 夜盤卡鉗應該是原廠的 都原廠的 原廠我記得它就是四活山 而且是Brainbow代工的 對 輪胎我看你換過了 對輪胎我已經換掉了 SC7 你才7000就換那你很早就換了 對啊 因為我們一開始交車沒多久 我們開在那個避震的路上 就只要有踩過水坑 然後原廠那個PSS 在濕地的表現就沒有到那麼的優秀 乾地是真的抓地力很強 但一到濕地那個踩水坑 會有一種不安定感 這麼明顯 很明顯 對因為我有補種車的 我都有了 對 就是這種感覺 你已經覺得浮起來了 就車子開始飄了 就是前輪跟後輪都已經滑了 你確定速度沒有很快 我們那時候開大概40 就40 然後踩水坑就會滑 我跟你講你開太慢了 是這樣 廠商會說我們這款輪胎 是對應濕地而生的 你過這個坑至少要90 沒有我不敢 沒有那個心臟 那這個沒有換 它這樣雙色的一個電鍍的鋁圈 其實我覺得也還蠻特別蠻不錯的 這個鋁圈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的審美上來講 我覺得這個真的已經很好看了 這個你就覺得大了 這樣買零食不夠啦 以雙人跑車來講 我就算同級的來講 其實以雙人來講算還不錯 算有容量 至少我看得出一咖行李箱還放得下 那你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你要去機場 你們兩個要出國 這個車載不了兩咖行李箱 機場可能就只能搭車了 真的喔 對要搭計程車去 我是覺得應該家裡要先有一台休旅車 然後有餘力騰的再來 對對差不多 因為這就算是第二台車 不過還蠻不錯 因為很多家庭這樣一大一小 這個自己加的 對自己再加的 所以你外觀就是加了手把 跟這個後照鏡 跟後面這個尾翼 後面就沒有在動 還有排氣管的尾式管 尾式管這樣子 這輪腹真的很美 我很喜歡它的這個 屁股的整個線條的感覺 直接整個是這樣寬出來 對很肥美的一個 對它超肥的 對 看一下那一裝 好熟悉的感覺啊 完全就是一台G世代的 對 只是說它很特殊 它這個全數位它做了一個紅色的金屬光 哦自己貼 那也是自己貼的 對 我後來覺得那質感不錯就買來貼 對 那蠻有立體感的 對 我還以為是原來的 不過它的那個 你有沒有覺得它的儀表螢幕有點小 有一點小 對 連中控的 中控的那個B&W的系統 螢幕也其實也蠻小 然後它的出風口的配置啊 還有冷氣的按鈕啊 包含它的排檔感 整個安座 都讓我覺得 有B&W的那種錯覺感 可是其實應該也是啊 這一台我記得它的外觀是日本設計師設計 對 日本設計師 那一裝大部分也都是用B&W的材料 不過方向盤是你換過了對不對 對 方向盤看過了 換比較粗的 對 它原本是平靶嗎 欸原本好像 有點忘記 好 應該是圓吧 我記得 下方是圓的 圓的 對 那我問一下歐立 你坐這台車 你坐在副駕駛座啊 你覺得位置夠用嗎 我看你腿那麼長耶 你會不會覺得卡卡的 有一點點 可是因為它之前有要買那個馬子達的那台 先坐過那台之後再來坐這台 哎呀 就覺得這台很好 就是 故意的吧 對比較級 因為我看阿昂其實跟我差不多高啊 所以其實開雙門車 最怕的就是那個局促感 真的不舒服 所以如果一台跑車 能夠讓你坐起來沒有那個很 壓迫的感覺 其實就不舒服 哎對了 你上次說天蓬怎麼了 我的這台天蓬 在膠車的時候那個天蓬的布啊 就有點脫膠了 不是啊 你怎麼知道它脫路 它很明顯 我後來那時候去給那個別人就是洗車的時候 那個師傅就跟我說 你這不太正常喔 因為我跟他說因為我一交車這樣 我還以為是正常的 因為我那時候也有問我交車業務 我有問他是這是正常嗎 他說 我不太知道 因為他們也很少交這台車子 後來呢你怎麼處理 後來我是找那個外廠直接處理 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叫原廠處理 我那時候請保養的時候我去問原廠說這個怎麼辦 他說 這可能要去找你原本車子的業務 然後去他們的保養廠處理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 我都來了保養廠 為什麼我還要再去別家保養廠處理 不同經銷商 可能他說不同經銷商 他就叫我去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好麻煩喔 乾脆自己弄一弄就好 是喔 對 不是啦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很在意這種服務品質的東西 對 我覺得你是新車出來就這樣 不是人為的 不行吧 就前面都還有黏著著 然後後面拖一點點 還怕他講話 那時候不知道 只有一點點 其實很多啦 對啦很多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他就是不正常的啦 對不正常 就是不管是他們組裝的原因還是什麼 但我覺得這個是原廠展現誠意的東西嘛 今天我們相信你買TOYOTA的東西 我不是去買BMW的東西 那新的有這樣的缺失 那你就看怎麼樣幫我們把它修正去好 還自己去花錢 他那時候跟我說這個 移這個會有點麻煩 他說可能那個板件要拆 螺絲要動 那時候把他形容得很麻煩 就是我聽到我就覺得 可是這個麻煩不是我造成的 是你們造成的 那你當初為什麼不裝好呢 因為當初交車的時候 他們沒有上報回應 他說也沒有辦法證明 他說沒有辦法證明說 一交車就這樣 推囉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你弄壞的 類似那種感覺 類似那種感覺 我告訴你啊 這破口就在這 沒有那是我演的 不是嘛 這個 你來找檳榔層演員訓練班就OK了 好啊 真的 這頂童不對吧 對 這很怪怪的喔 人家這樣說起來 就是我用的就對了 真的啦 不是啦 我們剛剛是比較誇事 因為要破口嘛 要預告嘛 哈哈哈 人家不是這樣 人家只是把這樣的話說的比較 溫柔一點 威婉婉婉轉一點 我們這種做服務業的喔 我們本來我也是屬於像阿航這樣的想法 就大家方便就好 不要為難人家 我們服務業做久了 被人家尿習慣了 我們自然而然知道怎麼尿人家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認真講 我花200多萬買一台車 我幹嘛沒事把他的天花板弄下來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樣不是很理想 我覺得這個倒不是說 能不能去區分說 到底誰弄壞這件事情 而是說我們是這個東西的所有者 我們沒有這樣的出發點去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樣說不過去 但我覺得很可惜啦 就是自己花錢去做這件人太好 他把它形容得很麻煩啦 但你自己實地去外面處理了以後 你覺得很麻煩嗎 就兩個師傅弄一弄 勤一勤弄出來 重新貼一下 再弄一弄回去 他們原本這塊布就把它修補好了 他們是說要換布 好啦 哇真的很開心 來分享這個SUPERA車 接下來呢 我們就實際上路 我跟大家分享 我也是第一次要開這台車 我還沒開過 我有看過 我有估過 沒買到過 沒開過 今天終於有機會一心方澤 來吧 Ultra-Z3 Plus 好 那這個我從一發動 一坐上這個車子整個感受其實是蠻熟悉的 熟悉的感覺 而且我記得它這個變速箱 它就是ZF的八速的變速箱 這個變速箱是我本身自己很喜歡的一個變速箱 我覺得使用上來講它的換檔都蠻綿密的 真的是感覺不太出來有什麼 所以啊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跟我之前買的比如說什麼430 或者是這個M340 那種3.0的應該是同一個引擎吧 直六的到底用的是不是同一個變速箱 其實我一直查不到 因為BMW它的那個名稱啊 跟這個的變速箱名稱不一樣 對 代號部是不一樣 他們在尾巴的代號有點變動 因為有聽說啦 就是我不確定這消息來源是不是真的 就是當初他們在共同研發的時候 BMW把這顆引擎借給TOYOTA去做開發的時候 TOYOTA那邊好像有稍微調教過不少地方 就來來回回去試了一下這樣 所以它使用上來講 跟BMW的那顆好像確實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些地方 它有做一些微調 我在差異可能邏輯上面也不太一樣 對 我請教一下你這個有動態懸吊嗎 這個有電子懸吊 它可以自己調整 就是在SPORT的時候變硬這樣子 那你覺得是明顯有感的嗎 我覺得過那個窟窿的時候會稍微有感 其實像我們現在我們還沒有按任何的按鈕 對 現在是NO MO 其實我開起來我已經覺得說 其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反饋 我覺得是Q的 而且不會造成乘客跟駕駛的不舒服 對 它的這個普通模式下 我覺得使用上起來真的就非常的舒服 不會讓人覺得這台車很戰鬥很運動化這樣子 但它的這個動力來的其實在普通模式下 我覺得來的也算蠻快的 這個是一定的 可是其實我最明顯的感受噪音最大是來自後箱 對 這邊會有一個共振的聲音比較大 但其實風切聲抑制的還不錯 底盤抑制的還不錯 因為它的座位可能是靠近後輪那邊 所以它那邊的聲音就很近 我覺得整個真的我只能講熟悉感 那唯一我覺得最不同的感覺就是在於它的這個過彎 它的過彎我覺得指向性非常好 這不愧是這個比重1比1的車子 就是即使在彎中啊 整個動態是非常的穩定 那可以麻煩阿航幫我把Sport按下去嗎 好 我來按一下 好的 我來感受一下 馬上 換檔跟聲浪完全就不一樣了 熱血的感覺馬上就要來了 不過它這個是不是有模擬的 對 它也有模擬聲浪在後面的喇叭那邊會放出聲浪的聲音 所以其實我一直在懷疑說 它這個模擬的聲浪如果拿掉以後 到底它原來的聲音是怎麼樣 有 我其實自己在跑山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把車窗搖下來 去感受一下它外面引擎聲傳來那種真實的聲浪感覺 就我覺得也是真的蠻好聽的 這顆引擎的聲浪 其實因為你本身你是實況主 所以其實啊 我後來發現啊 你真的對車非常有興趣 因為我看你都在玩賽車遊戲 對 大部分都是排列賽車遊戲 我之前會看就是說 你還會去玩一些很智障的賽車遊戲 就是那個嗎 這是什麼 那個車做得很醜啊 對 很奇怪的東西 那個動態感很像那種紙幅的那種 對 就很好笑 所以我發現 其實你本身對車還算是一個蠻有興趣 對 從小就蠻喜歡車子 以前就想要有一台雙門跑車 以前想要BMW的車 但是長大發現 哎呀 實力不足 沒關係 退額求其次 所以你買了一台 這個要怎麼講 日皮德股 日皮德股 對啊 所以我說你賺到了 因為你用200多萬買到一台BMW 對啊 這個如果要買到同歸的話 差不多快要多了快100萬 才能買到 在BMW上面 快100萬 對對對 而且Z4我記得因為它的車重又更重 我記得好像重了大概50公斤吧 整台車會比較偏舒適取向的 而且我猜那個重量應該是來自於一些 它的那個頂篷的基建 對 對 之前一開始我在開這台車的時候 在買之前 我會很擔心說 它的這個車尾會不會很靈活這樣子 因為看了很多網路上分享 就說這台車屁股很滑動啊什麼 但是我覺得以正常操駕來說 它真的是感覺真的不太像在開跑車 其實沒有 因為它有一點偏中置引擎的感覺 它沒有非常前面 它非常接近你駕駛座 所以其實像我剛剛在一個比較大的彎上面 速度快一點 我發現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會不會跟我一樣 你會覺得你的人是被釘在 被吸在 被釘在中間的 我會忘記 我有車頭跟車尾的那個感覺 我只覺得這是一台 只有我駕駛座 定在中間的一台 像卡丁車一樣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它的屁股的偏滑應該會比較出現在於說 你在彎中要出彎的時候 你真的把轉速 檔位的轉速拉到很高 對 那你把那個最大扭力 在那個時候輸出 那 那個可能是非常高技術的 對 在高 比較激進抄架的時候 會出現的狀況 它站在我們這種 一般的在使用的 其實不太會把車發揮到 這樣的一個地步 可能也捨不得 對 小時候這樣講 我就真的沒有去特別會覺得說 我的人 就是在開車的時候 會有一種被 比如說不管是前面後面 那種拉車感 確實你一講我才有意識到說 對這台車開起來就是 我好像真的就是在 一個中心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才會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 而且其實我整個油門 馬力重量比是一個數字 當然我指的是這個體感上面 我覺得 我的車是沒有重量的 很輕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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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公斤的重量 我開起來 我真的沒有覺得說 會有那種 笨重感 磁勢感 沒有在拖的感覺 其實這台車 我開起來 我覺得它渦輪磁勢算很小了 因為 我有做一些調整 真的假的 對 我有去做它的經濟系統 我有把原廠的給替換掉 然後在那個頭段的地方 我有把它就是 觸媒嗎 對觸媒的地方 我把它換成 原廠好像是800目觸媒 那我後來把它改成400目的 吸氣和進氣都整個通起來 你進氣也有換 對對對 我進氣和那個吸氣都有換掉 所以現在整台車踩起來 會已經感覺不出來那個延遲感 因為一開始原本 我們在 我一般在吵架的時候 有時候開車油門不能踩太多 在低速的時候 它的車子會一個突然 那個動力突然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頓挫 很嚴重的頓挫 那現在目前已經把它弄成比較舒適的 調整過的狀態 對對對 整台我覺得開起來現在 整個都很通暢這樣子 對啊很輕盈啊開起來 我剛剛講的 以上啊 就是我開這個車最直觀的感受 就是我覺得它的風切聲跟底盤 跟整個尤其引擎式的隔音 我真的覺得很優秀 應該是一個很暴力的引擎 340匹 但是它聲音完全被隔掉了 超屌 那底盤呢我覺得 即使現在是在Sport模式 它提供了你很好的過彎的一個支撐性 但是我還是不覺得 它是一個會過度彈跳 不舒服的披震 過坑洞還是很舒服 對很舒服 所以這個底盤 我覺得我是給蠻高的評價 我只能講 它其實 我以前對BMW底盤的評價是這樣 當然我知道它這個不完全是 對不對 應該是可能大部分都是 我講客氣 其實它就是我有一個樂趣 就是 你每過一個彎 你心裡都在想說 剛剛那個彎好像可以更快 對 就會覺得這個車子 一直在給你一種 再來一點 對 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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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你今天你常常走同一條山路的話 或者是同一條路回家 我啦 我就會做一件事 如果我今天開到BMW的車 或者是SUFRAD的車 我就會想說 我今天經過的時候 我今天經過的時候是50 我明天經過可不可以55 這樣 再多一點對不對 再給它多一點的速度 真的啊它會給你這樣的信心 小資哥有開過GR86了嗎 有啊 然後也有開過暴力 這是 這個是 之前有說過它有開過嗎 我還沒有開過 我第一次開 第一次開 我把這個第一次留給你 我的體驗才會比較深刻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你當初買紅的 紅的 就覺得它的色彩 整個鮮豔度啊 會比較亮 然後整台車子 會顯得比較大氣一點 因為我覺得白色或是 灰色 就略顯普通了一點 就是紅色真的是比較對我的胃口 不過的確啦 這個車紅色是真的蠻適合的 你覺得這個車啊 你這樣開到現在啊 在行駛上面 你對它有沒有什麼維持 我不知道 我覺得好滿意 我到現在都覺得很棒 一年多 對一年多都覺得好棒 還在熱鍊期 還在熱鍊期 那跟車勒 你有沒有常在使用它 通常我只會在開雪碎的時候使用 我現在住在宜蘭那邊 有時候雪碎塞車的時候 用那個蠻好用的 那你覺得它的跟車怎麼樣 用起來 我覺得它這台車跟車蠻不錯的 因為這台車算是 Toyota第一台搭載 TSS2.0的系統 2.0的 對它現在雖然已經3.0 不過它那時候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它就是2.0 對 以它的跟車來講 我覺得整個使用上 算滿滿意的 它這跟車如果到靜止了以後 會怎麼樣 靜止了以後它會停止 那如果短時間前車移動的話 它也可以跟車 那如果停太久 好像超過幾秒以後 對 我要自己再補油門 補油門 它就會自己自動梗 沒錯 我剛開始覺得還滿滑順的 就整個很輕盈 而且煞車其實滿線性的 你有沒有遇到不夠用的情形 如果是以煞車的距離來講 我覺得原廠稍微有點不太夠 所以我後來來定名有換掉 我最後換前面來定名 才是比較硬一點 粉塵好像也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最主要那時候 一開始想說 哇原廠的粉塵好多 可能會比較軟 對然後想說換了一個 然後再也提升一下下 這個煞車的力度 對看小市長知識 我們這個有很多年輕的小朋友會看 煞車就是它材質是這樣 它有點像橡皮擦 越硬的越力 但是呢這個損耗會越慢 然後這個越軟的呢 越舒服 比較線性 但是呢就像阿航講的 粉塵多 煞車偏軟 而且啊你如果一些激烈操控 溫度高了 其實它就不太行 會越來越不行 如果換到那種競技型的來令片 你沒到達工作溫度前 還會發出尖銳的摩擦的聲 所以這個來令片選擇應該還不錯 對我換那個 那個Analys的 MS72 Plus 它在 它也是需要到工作溫度起來 可是我覺得它來的蠻快 所以我可能 在開始開車前 一兩個路口 殺一下 它其實就OK了 OK了 還不錯 它這個原本就是Carbon的 對它原本就是Carbon 我一直對這種不規則的那種 覺得很奇怪 它這個好像是為了 致敬它前一代A80的那個 駕駛艙的感覺 所以它把它這邊 它集中在駕駛艙 對對對像它 紅色的內裝 它其實就主要 著重在駕駛艙的這個紅色 反而副駕那邊還好 像它車門 車門那邊打開 就沒有紅色的皮革 只有主駕駛這邊有而已 欸真的欸 欸對啊 兩邊手把也一樣的顏色 兩邊不一樣 我還沒發現欸 對 紅色都集中在你那邊 因為當初A80就是整個 很像在做那種 戰鬥機 對戰鬥機 欸這應該是Toyota最貴的車了吧 啊沒有 除了它有Alpha 它有Alpha 不過我覺得一台車買到 這個自己喜歡 另一半也喜歡 開起來也舒服 你說一直到一年多後 你停完車你還回眸 還是會回眸 還是會想要替它拍一些照片 到一些好看的風景區的時候 嗯 那我覺得其實真的就蠻值得 其他大大小小的缺點就是 俠不言喻 對真的俠不言喻 它甚至是沒有發覺到 只是跟在交往的時候一樣 熱戀機一樣 可以視而不見 人別在旁邊可以講 哈哈哈哈 好啦今天非常謝謝阿航來參加 我們的推車的節目 好謝謝小師哥邀請 對啊 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再進一步的合作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 留言非常開啟小鈴鐺 而且阿航的頻道也記得去參與一下 那謝謝大家下次見 掰掰 大家掰掰 耶到家了 至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